阿維,五一勞動節,有促銷 歡迎收看4月30號報導正能量新聞的新聞最正點 行動管制令來到第44天了 我是馬來西亞南臺,鄭兵燕 新聞最正點持續為您報導正能量新聞 首先來關注今天的確診人數 衛生總監諾西山今天宣布 大馬新增57人確診 累計確診達602人 兩人死亡,累計死亡人數102人 今天也有84人治癒 累計治癒4171人 馬來西亞最嚴峻的時刻已過 中國赴馬來西亞抗疫醫療專家組組長李軍認為 大馬疫情最嚴峻的時刻已經過去了 對大馬在不遠的將來結束疫情充滿了信心 根據新州的報導 今天全國有7個州署沒有新增病例 包括霹靂、玻璃市、吉達、檳城、登加樓、吉蘭丹和沙巴 華為五一勞動節有促銷 為了慶祝5月1號的勞動節 華為準備了很多的促銷 最高的折扣達到300令吉 配合行動管制令 華為推出了Express VIP Delivery服務 方便消費者直接向華為商店訂購產品 並以最短的時間將產品送出去 以及更多的詳情可瀏覽華為的官方線上商店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國際組主播陳學生 你好,我是陳學生 馬上來關注全球的確診人數 今天的新增確診人數有68,932人 累計確診人數3235,073人 死亡人數9,276人 累計死亡人數228,755人 治癒人數33,433人 累計治癒人數19,557人 老兵收12.5萬祝福卡 英國一名二戰老兵為了對抗疫情 在網絡上發起了籌款活動 承諾在自己100歲生日之前 繞著院子走完100圈 已向前線人員表示感激 並為他們籌款 目前為止 他已經籌到了上千英镑 而且還在百歲生日來臨之前 就收到了12.5萬張祝福卡 其中還包括了英國威廉王子夫婦的賀卡 泰國人以鞋帶人排隊領餐 泰國不吉島 最近有一批善心人士 每天都在一家餐廳派發免費食物 為了不要讓領餐的民眾日善雨淋 善心人士就讓領餐者用鞋子來代替排隊 那麼他們就可以先到陰涼的地方等候 時間到了再回來按斜順序領餐 這個長長的斜龍看起來十分有趣 意大利推出創意座椅防疫 大多數的飛機座椅都那麼近 我該如何保持社交距離呢 為了解決這個困擾 意大利的一家製造商設計了一個可以防疫的飛機座椅 這個設計讓三個乘客可以同坐在一排 但卻不用擔心會被軟溢的鄰座飛沫傳染 每個座位都有自己的防護屏障 每個乘客都能有自己的孤立空間 其實老人以自己的行動來募款的新聞 這已經不是第一宗了 每次一看到這些新聞我就覺得很感動 一個近百歲的老人竟然還可以那麼用力的 去把自己的愛帶給這個世界 這讓我覺得我們更應該要趁著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去幫助更多的人把愛散播出去 那麼今天的國際新聞就到這裡 接下來的時間交回給冰宴謝謝 由於新冠肺炎肆虐 全球各地的人民都被迫放假 影響了他們的收入 包括我自己 這段期間成為了我人生中負債最高的一段時期 我無力償還貸款 可是幸運的是 這段期間我也實現了很多的夢想 像是百萬點擊率的目標 100K follower的目標 還有成為新聞主播的夢想 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樣 總是在金錢和夢想之間找平衡 其實金錢和夢想是可以相輔相成的 只要你的這個夢想可以為你掙錢 所以我這一路來一直都在朝著這個目標前進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最正點 我是馬來西亞男孩 鄭兵彥 願你每次的收聽都有收穫 我們明天見 沒有人可抱歉 我只能勇往直線 哪怕再大的風險 為了夢想能實現 絕一炮透露殘忍血 或者是 直線 和我散熱血 Zither Harp